德国汉堡发生史上最严重大型枪击案 枪手就闯入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活动中心 打开杀戒 至少八个人死亡 当中包括自杀身亡的枪手 枪手是单独作案 一共开了九个弹匣的子弹 而公寓里还有十五个装满的弹匣 当局怀疑枪手可能是精神病患 这起悲剧发生在星期四晚上八点十五分左右 当时有大约五十个人正在宗教中心出席活动 而警察攻坚的时候枪手逃到了楼上在自尽 他一共杀了四名男子 一名妇女还有一名孕妇 由于德国当局还把还没有出生的女婴统计为死亡人数 因此加上枪手总共有八个人死亡 枪手是三十五岁的德国公民 曾经是这个教派的成员 去年十二月开始 他就合法持有半自动手枪 虽然没有案底 可是他曾经针对欺诈事件报案 当局也曾经突击检查他 可是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 所以只是口头警告 暂时不清楚这名男子的作案动机 可是警方已经认定 这和政治没有关系 也没有恐怖袭击的迹象 而是否在死人中 也没有疏忍 突然间否判靠这种 考虑的脑出 让我发现任何可疑的 来问我